这是一张洋溢着满满幸福感的全家福照片 父母中间坐着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边上和后面排着的是11个姐姐 为了区分 他们穿着的红色TG衫上印着的数字是各自身份排行 这么大的一家子真的很少见 所以说这张全家福音 全家福也非常的特殊 这张照片是7月10日拍摄的 它还有另一层很特殊的意义呢 因为这天是中间那个男孩大婚的喜日 拍这张全家福在结婚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要知道这个男孩结婚的全部费用都是他11个姐姐帮助凑齐的 整整30万瓦 这个数字对于普通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有这样的姐姐很幸福 也是她要拍这张照片的原因 他们是山西省旅良市中阳县远泉镇桥上村的村民 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 平时靠没矿打工和种地 一家支主叫高海贵 妻子叫颜兔花 因为封建想要两个儿子 所以一直生女儿 当年是计划生育没少罚款 生了11个女儿后 老天终于开眼最后生了个儿子 想当初养这么多的孩子生活有多艰难 但是他们还是熬了过来 而且11个女儿都上完了初中 以前政府为了惩罚他们 其中两个孩子没给他们上户口 后来改革开放又都给上了 儿子叫高浩珍 今年22岁 是高海贵50岁那年生下的她 她也是家中唯一上到了高中的孩子 可能因为吃男孩的原因吧 较学后 高浩珍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拒绝 了一发 接着她又认识了一个做蛋糕的女孩 还和她谈起了恋爱 到了今年就把婚期定在了7月10日 可是这个家庭因为养的孩子多 根本就没攒下几个钱 现在老父亲都72岁了 也没能力可以帮到儿子 眼看婚期临近 49岁的大姐看在眼里 激在心里 她和众姐妹一商量 决定为唯一的弟弟筹结婚资 高浩珍结婚这天 11个姐姐都来了 还穿着相同的编号码的T恤 拿着央着扇抱着自己的排行 拍了一段抖音视频 最后就拍了这张大团人全家福 在婚礼现场 姐姐们每个人都为弟弟送上一段忠心的祝福 真正是其乐融融 热闹非凡啊 当这张全家福发到网上后 立即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 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他们祝福了男孩的新婚之喜 也祝福着这一大家子团结友爱 幸福美满